大家好,我是Dan 而且,韩国政府在2月27日已下达强制复工令 向所有罢工医师发出最后通牒 在29日前不返回工作岗位 将进行法律处理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态呢? 首先,给大家快速整理一下重点 根据OECD在2023年的报告显示 目前,韩国的医师数量接近于OECD国家中的末位 由于医师数量教舍 自然而然需要照顾的病人数量也会增多 因此,增加医生数量可以补强这些问题点 此外,在主要大学医院集中于首都圈的情况下 相对医生短缺的地方区域也能够增加医疗人力 这么看的话,增加医师数量不是好事吗? 但是,韩国医界认为 韩国面临的医疗问题并非医师总数不足 而是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 以及不同专科间分配极不平衡的问题 韩国医学协会指出 城乡医疗服务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这一现象随着人口老化、少子化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单纯增加医师人数并不能有效解决城乡医疗差距的问题 由于韩国的医学院和大型教学医院主要集中在首尔等大城市 新培养的医师大多倾向在首都等大城市工作 只是增加医师数量反而可能加剧城乡之间的医疗服务差距 除非透过改革健保制度大幅增加对非都会地区医师的补助和奖励措施 否则单纯增加医师数量无法根本解决医疗服务不均的问题 韩国医学主张的部分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是医师多了就能解决城乡之间的医疗服务差距 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韩国大型医院对住院医生的依赖过重 当然问题最终归结于前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住院医生被视为一种成本效益高的劳动力 因为他们可以以相对低廉的工资进行长时间的工作 根据大韩住院医生协会表示 住院医生们平均每周工作77.7小时 其中有52%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 他们负责手术协助 急诊室工作 住院患者治疗等 相比之下 在美国日本等大型医院中 住院医生的比率只有大约10% 理想情况下 医院的运作应该由专科医生主导 但私立医院为了解约成本 更倾向于平用住院医生而非专科医生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显示 韩国BIG5医院中 住院医生的比率占到了医师总人力的30-40% 问题是 如果减少住院医生的比率 就需要平用专科医生 这对医院来说 所要承担的人士费用负担也不小 对此韩国政府认为 要透过扩招来解决医师们的工作环境 提升医疗品质 但是住院医师们却反驳 医学院扩招会增加年轻医师的替代性 使大型医院更能压榨他们 韩国医疗系统以私立大型医院为主 专业资源集中在首尔首都圈 年轻医师们为了前途 争相进入首尔的五大医院 扩招只是增加了竞争 同时加强了医院对年轻医师的掌握 从表面上看来 政府和医师各有立场 照理说网友们的反应应该是分歧的 那为什么这次 舆论和公众的态度 却一边倒地指责意见呢 这是因为在正义爆发后 很多韩国医师们的发言所导致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不是扩招2000人这个政策到底对不对 而是为什么韩网的反应这么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天韩国医师们都说了些什么 如果没有我就没有病人 我认为立刻保护我也是一种善心 政府胆敢与医师作对是愚蠢的行为 绝对不可能有胜算的 认为被打的妻子因为孩子而不能离开家庭 这和以孩子作为人知 实行暴力的丈夫有何不同呢 将患者作为人知的不是医师而是政府 被打的妻子是医师 孩子是患者 暴力丈夫是政府 如果一名医师受到压迫 那么将会有签名医师选择放弃 如果这个数字持续增加 最终将导致所有韩国医师放弃成为医师 因此如果政府哪怕有一点重视国民的生命 那么应该要听医师们的话 因为国民们想要 所以要扩招医学院人数 如果他们希望国会议员人数 减少到100人 你们会同意吗 如果超过50%的民众呼吁总统下台 他会辞职吗 我们什么时候同意增加医学院的招生人数了 按你们的逻辑 就好像只是约会了几次就可以性侵一样 不是吗 因为高龄化正在快速进行 所以有很多人说需要增加医师的数量 但这些人不太了解人类是如何变老和死去 为了在晚年保持人的尊严生活 需要的不是医师而是看护 如果医师多了只会延长痛苦的生活 有些人因患致病疾病而去世 就如同自然老化一样 这是自然的运行方式 如果一个注定会死于疾病的人 被医师挽救了性命 这应该是值得感激的 但若不救活他 为什么要算是谋杀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透过这次医师罢工 我们意识到 韩国医师中有太多人 只是高考分数高的书呆子 而在社会心悍之力方面几乎是白痴 当然因为无知所以勇敢 他们以为一旦行动起来 世界就会随他们因缘而变 大概是持这种想法再做这种事情吧 真的国家全力级的天龙人啊 那么如果把所有医生都消除 病人也都会消失吗 本来就是因为有身体不适的病人 才会有治疗他们的医生存在 本应作为治疗疾病的医生而受到尊敬 不知道是怎么了 完全反过来思考了 如果没有病人 你可能会饿死吧 暴力的丈夫不就是自己的位置吗 就算被称为是孩子的病人死了也不在乎 也不听政府的话 真是自我膨胀的厉害 哪个被打的妻子能这样会武全力 还这么理直气壮 真是荒谬至极 所以医师们反对的原因是 即使增加了100个名额 大多数学生仍然会选择医美或非主流课目 而不是必须课目 而且即使增加了1000个名额 这个比例也不会改变 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 但这是你们自己那样选择 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关政府什么事 无论如何让缺乏人力的地方 或不受欢迎的科目 能多一个人 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 最终他们只是假装为了病人而采取行动 但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韩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医师的社会地位处于顶尖 并且受到尊敬 而且在OECD国家中 平均收入也高于日本 但看到他们这样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真的让人无言以对 在护士集体罢工要求增加人员时 完全无视 只是呼吁护士们要为了病人回来的医生们 真是太矛盾了 即使没有医师 医院也能勉强运转一段时间 但如果没有护士 医院根本无法运作 需要开设大量皮肤科等其他医美医院 以至于医师数量增加到可能崩溃的程度 这样才能增加专科医生 这是事实 很多人不理解自由市场的规则 医师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矛盾 过去他们因酒治疗或性犯罪被捕时 就引一声短劝 为了病患也不可以取消他们的执照不是吗 然后现在他们自己要竞争了 要更努力提供更好的治疗服务 否则就可能被取代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反对的 民众都支持政府了 医生们现在被孤立了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在医学院招生增加到2000人后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保健费是有限的 而医生的申请会突然增加 这意味着医疗保险费可能会相应增加 或者相对保障会减少 只能从中二则一 由于无法突然大幅提高保险费 保障可能会减少 到时候会和美国一样 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就无法就义 因此请不要盲目的支持 增加到2000人的招生数量 请问有哪个国家 比我们国家的健保费低 同时又能提供良好的保障 可以在需要时当天就看医生 而且医疗费用也不到1万元 我不是医生 也不是在支持医生 而是觉得很遗憾 我们无法保护好好的制度 昨天首尔大学医学院院长 在毕业定理上的致辞中指出 虽然大家可能认为 自己是通过努力奋斗 才达到这个地步 但实际上是因为享受到了 社会中存在的许多利益 才站在这里 当前医疗界正在受到 社会的严厉批评 要使医师成为 社会上受人尊敬的职业 不应该只是一个 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 而应该是一个 履行社会责任的职业 从1955年开始 韩国医师们总共有过 9次的集体行动 9次都是医师胜利 政府跪下 所以韩国网友们都非常关注 这次谁会胜利 对于韩国一届的罢工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